三天急救餐單 以日本最流行的洋蔥減肥法改良 有人試過說三天就可以減六磅了 餐單的重點是水 全天要喝四公升排毒 即是早、午晚和下午茶 分別要喝一公升 早餐有蛋、青瓜和齋啡 午餐有蛋、西蘭花、菇、雞柳 和最重要的洋蔥 午餐最豐富 把所有材料用水煮熟, 這樣就可以吃 晚餐有青瓜和火龍果 三餐要在八小時內吃完 這個三天急救餐 卡路里最高, 有一千卡 而且它的纖維量達到二十六克 所以纖維高的時候 我們沒那麼容易便秘 而且這個餐強調喝多點水 喝四公升 喝多點水的時候容易飽肚一點 可以減少食肉, 也會幫助減到磅 不過一天喝四公升水 就不是人人都適合 這個例子, 一個五十公斤的人 來計算, 每一公斤的重量 應該大概可以有三十至三十五毫升的水 就是說它一天可以喝1.5至1.8公升的水 如果在很短時間之內喝了很多的水 有機會可能會有水中毒的情況出現 尤其是一些有腎病的病人 這個餐單因為它有一千大卡 會貼近我們身體的需要 也是會幫到減到磅 比較健康高千萬 所以我都會給它寫一顆星 TVB精彩節目 各電視平台上都提得到 請致電1-877-893-8888 查詢訂購吧 我們下期見